北上广这三个字,仿佛是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一样,常被人们用来指代我国作为繁荣的一线城市,最初广仅仅是指代广州,不过近些年来,随着深圳市的迅速崛起,人们也渐渐开始将广的范围稍稍扩大,默认将距广州不远的深圳也算进北上广的范围内。 北上广一词叫得这么顺口,这四大城市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不必多提,不过既然都是国际化的大都市,自然有放在国际上对比的必要,北上广深的国际地位究竟是怎么样的呢? 北京,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兼政治中心,这句话也同时包含了不是经济中心的意思在里面,北京已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长,但要将它放在众多的国际大都市中,单纯比拼经济实力,还是有些排不上名次的。 即便缩小比较范围,仅将北京与世界各国首都对比,北京也只能排在第六位,其4000亿美元出头的GDP总量,还不及第一位,也就是日本东京GDP的一半多。 上海,前面提到,北京不是经济中心,而单负起我国经济中心这一地位的,正是上海,上海是作为亚洲大陆核心枢纽的交通地位,繁荣发展的商贸与现代科技等,都推动着这座大城市的持续腾飞,不过尽管发展势头猛烈,上海是目前的发展程度,距离其他世界强国的经济中心还有相当程度的距离,与美国的二线大城市旧金山等,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。 广州、深圳,这两座城市均位于广东境内,发展时间与北京上海相比要短得多,在现有发展程度上也要略逊一筹,不过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潜能与国际竞争力却更为外国人所看好。 国外不少经济杂志分析认为,深圳是具备最广阔的发展前景,有望在未来超越上海,并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城市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